第四名,承灵素吸毒旧情郎 胡斐与京城大战中,物中毒手药王十万针三种剧毒,性命堪忧 唯一的解法便是立刻斩断伤病,以生生造化丹,延续九年生命 可承灵素却不愿情郎伤财,之后无法用刀,于是心酸之下拼了性命 俯身将胡斐毒血吸食干净 灵素爱胡斐可谓深意 其实早在数月之前,灵素便知情郎心中另有佳人 而自己不论容貌还是武功,均不如原子一 他只希望可以用真情来换得爱情 因为胡斐,亦是性情中人,必将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番心意 直到那一时,胡斐向自己提出一节金兰时 灵素的心忽地跌入到谷底 在那一刻,一向聪慧生辰的他,突发狂态 对于至情至性之人来说 没有了爱情 余生即便长久,却也索然无味 或许那一瞬间,灵素以蒙死至 生死场中,或殉情,或共死,或挡刀 或刺尽,君而有之 张灵素为胡斐吸毒 诗书以命换命之举 在金庸小说中,亦指此一例 其经验指数三颗半星 擎农指数四颗半星 位列第四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